老张头 二当家的 下山啊 给我买包烟上了 好 记着啊 一定要用我的钱 山下老板认识您这钱 不会给您假烟 二当家的 你每次都交代一遍 我都背下来了 行了 老张头 去吧 好 老张头 当家的 当家的 老张头 你跟二当家的 这是了什么呢 二当家的让我烧包烟 是 就拿这种小纸钱 也能买烟哪 来吧 我给你几块大洋吧 不用了 当家的 这大洋啊 是硬铜货 到哪儿都能用 这纸钱呢 是在我们山底下 他们发给我们的军饷 只能在山底下划出去 在咱这山上 它就是一张废纸 擦屁股都没人用 正好 让老张头 给我带包烟 是啊 大当家的 山下那个老板 就认这个钱 一说是二当家的给的 比大洋还好用呢 是吗 那我可得看看这张签 大炮 用这种纸钱能买东西 要么就是烟店老板疯了 要么 那就是你们俩有特殊的关系 当家的 想哪儿去了 这他也就是个生意人 两边都不想得罪 他是想着 山下的解放军 没准待不长 回头啊 还得靠咱们照顾着他 要不然 就这么一张纸 哪儿能换烟筹啊 当家的 水 水水水 大炮 你看看我不小心 把你的钱都给弄湿了 没事没事 我这儿还有 换一盘换一盘 别动 去 真东树下 李大炮 你它摸得是不是当我手样 我 我早就听说过 用冥凡写的字 晒干了是看不出来东西的 可是一沾上水 就什么都看出来了 我 李大炮啊 李大炮 我是真没想到 你枉费我一片苦心 居然勾结解放军 来陷害我 来人 给我板了 你跪下 你 别动 当家长 我怎么就勾结解放军了 你说我跟那烟店老板攻击 我承认 可你要说我攻击解放军 我李大炮死都不服气 你还有脸给我嚷嚷 我 告诉你 念在咱们曾经是兄弟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但是你把话都得给我 老老实实地说清楚 好 老长头 把你烟都拿给当家长看 快啊 大灯家长 我这也就是为了赚点小钱 替不家用 我跟一般买烟的是没什么来往 可我跟买大烟的我有买卖 你 当家长 每次山上发给兄弟们的烟炮 我使个不得抽 我攒起来 让山下的人给我卖了 这次我们就商量好了 在镇东树下见面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当家长 我老家还有个老娘 还有个弟弟 不争气 全靠我接济了 你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跟我藏着掖掌 现在山下全是解放军 他们也不敢卖啊 现在都这样啊 不这样没法营生啊 李大炮 你应该了解我洋溢的为人 有困难你跟我说 我会把钱给你对不对 当家长 我上山这么久 我没立过功 我张不开这张嘴啊 安芙 老大 二郎家的最近 是不是一直按时领烟图 是 每次都领了 当家长 当家长 你要是还不信我 你现在就把我拉下山 当面对质 如果还不是真的 一枪崩了我 大炮 对质什么 你是我兄弟 亲兄弟 我能信不过你吗 起来说吧 都放开 大炮 好兄弟 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告诉我 何必闹这种误会 先起来吧 起来 老张大 赶紧的 下山去 别耽误了二郎家的买卖 来 把钱给装着 兄弟 有句话 我跟你说了千遍万遍 那就是 到了蒙秀山 就是我的弟兄 更何况 你还救过我杨毅的命啊 你跟我要点什么 我杨毅不舍地给吗 什么也别说了 回头 到我那儿去领一千块大洋 但他的 不用为我这么破费 行了 别说那么外道的话 可我 行了 别弄得跟个娘们似的 好玄 这一关是过去了 下来 就不知急凶祸福了 李大炮 是人是鬼 接下来就值得了 甚至是鬼 他也不守着 他也不守着 我守着 是 你守着 是 这儿 是 你守着 你守着 这儿 你守着 我守着 你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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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千个银元是给你的 我希望你别推辞 因为我一直拿你当生死弟兄